亲爱的弟兄姊妹,您好 我们在4月开始会开始一个新的讲道的系列 这个系列就是开道水深之处 第二,主题就是耶稣平静我们生命中的风浪 从4月到6月我们会按照这个主题 一起思考神的话语 在目前这个大流行对我们来讲 我们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不能在教会聚会敬拜 我们不能出街 我们个人都带着不同程度的恐惧 到底在这个情况里面 你和我怎么样可以更加依靠神呢 我家人提醒我 这个话语得到平安喜乐 在这个经文我们今天会看这个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第4章35到41节 没有看这段经文 我们要记得这段经文是一连寸讲到耶稣四个神级 耶稣四个神级 耶稣在这里平静风浪 第二,治好被鬼附的哥拉星人 第三,治好血流流病的女人 第四,治好血流流病的女儿 从死里复活 我们就今天集中在耶稣平静风浪 这个故事开始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在这个非常的时期 我们仍然要亲近你 来敬拜你 我们需要你 更加需要你 在这个大流行当中 我们求主怜悯我们 让我们能够有主所赐人 出人意外的平安 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 从你自己平静风浪的故事里面 得到安慰 得到平安 得到盼望 我们求主再次对我们说话 我们感谢祷告仰望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们一起看 马可福音第四章 三十五到十一节 请大家聆听 当天黄昏 耶稣对门徒说 我们要渡到海那边去吧 门徒离开群众 耶稣已经在船上 他们就带他过去 也有别的船 和他同去 忽然间起了狂风 波浪不断地打进船里 窗里面也充满了水 耶稣却在船尾靠着枕头睡着了 门徒把他叫醒来 对他说 老师 我们已经要死了 你还不管吗 耶稣起来 责备了风 又对海说 你不要作声 安静吧 风就停止 大大大地平静 下来 然后 耶稣对他们说 为什么 这样胆先呢 你们 怎么 没有信心吗 耶稣的门徒 非常的恐惧 彼此说 这到底是谁 连风和海 都听从他 耶稣在这个故事里面 大家听到 就是从这个加利利海的西边 要门徒来带他过去 用船到彼岸 就是在东岸 因为在东岸比较少人 耶稣在这个事情之前 已经一连寸 跟很多很多人讲道 所以呢 在这里呢 他已经很累了 希望过去 一个安静的地方 休息一下 我们知道 在加利利海 往往呢 忽然间就有一些风呢 因为他的地理 的缘故 耶稣在那个时候 在那个风浪里面 仍然在 船尾能够睡着 睡得那么甜 就因着 因为他实际上 太累了 马可独一 把那个门徒 对耶稣的责备 来记录下来 我们都知道 这个很不切当 但是呢 我们知道 他们 还不完全了解 耶稣是谁 这个主人 是什么的一个人 所以 在这个事情里面 耶稣 责备 这个风浪 好像 责备 孩子一样 风与浪 都停下来 风与浪 停下来之后呢 这个门徒 更加 方张 更加 惧怕 因为他 从来 没有看过 耶稣 这样子 有这样的能力 同样 今天 你和我 在这个 风浪当中 让我们 看这个故事里面 得到 一些的 鼓励 安慰 因为 耶稣 不单止 希儿 能够 平静 风浪 也同样 今天 能够 平静 我们的 风浪 在这个故事里面 我 希望能够 从三个 提问 跟大家 讨论 这个 课题 这三个问题 都是在 经文里面的 第一个呢 就是 我 看成 一个 尸体 痛苦 的困惑 门徒说 我太苦了 不能蹭下去了 这是 人间 苦痛 的一个问题 他们说 老师 我们要死了 你不管吗 这是第一个 是肉体 或者实体 的一个问题 是个苦难 苦痛 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 心理 焦虑 的困惑 就是 为什么怕 心灵 的 焦虑 为什么 耶稣问他们 为什么你们 这样子 当些 为什么 没有信心呢 这个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就是 属灵 追求的困惑 到底 主是谁 神是谁 这个 属灵的 空虚 导致人 去寻找 神 但是 但是 到底 神 在哪 神 是谁 主 是谁 所以 门徒 彼此 问的问题 就是 这到底 是谁 连风 和海 都 听从他 让我们 先看 第一个问题 实体痛苦 的困惑 就是 人间 苦痛 的问题 当天 王分 耶稣对 门徒说 我不要到 对面 这个湖的 对面 有了这个 风 与海 耶稣 平静 风浪 门徒 以为 耶稣不理 反而是 问了 这个问题 老师 我们要死了 你不管吗 好几年前 这个 C.S. Lewis 写了一本书 叫做 英文叫做 Problem of Pain 苦难 的问题 在这本书里面 他 讨论到 为什么 这个世界 有苦难 有各样的 天灾 天灾 人祸 他讨论到 如果 神是神 为什么 仍然 有这些的 苦难 你和我在 这种情况里面 都会问 为什么 为什么 是我 为什么 现在 老师说 神学家 圣经学者 跟 这学家 历代以来 都去问 这个问题 去解决 尝试 来解答 这个问题 无论是 历代的 苦难 或者现在 我们面临的 一个大流行 我们同样 无论是基督徒 或者非基督徒 都会问 到底 这个是什么回事 到底神 不离吗 老师说 这个问题 可能没有 完全我们 都会满意 的答案 我们都 继续地问 继续地 要 得到 我们 令我们满意 的一种答案 但是 可能 是我们 人 智慧的 有限 实际上 我们 是没有 办法 有一个 完美的 完全 满足 我们的 一个答案 当时候 门徒 所发出的 是一个 没有信心 的一个 问题 耶稣 也同样的 问他们 为什么 没有信心 因为神 好像在 苦难当中 风浪 当中 好像 离他们 很远 今天呢 我不是要 解答 这个问题 我反而是 希望呢 能够 在这里 提出一个 很重要的 学习 就是在 任何 苦难 天灾 人祸 我们的 各样的 困扰 当中 我们是可以 到神的面前 把我们心里 的困惑 对神讲 其实在 圣经里面 无论在旧约 在新约 我们都看到 很多的例子 就是 人在 这些情况里面 都到神的面前 来 倾诉 他们心里 的困惑 同样的 今天 我们看到 这个问题 我们也可以 到神的面前 神啊 为什么 这个大流行 这个病毒 死了 死了那么多人 为什么 我们 失去我们的自由 我们要 关闭在 我们的家里 为什么 这个 为什么 那个 我们 实际上 是可以问 这些问题的 我们看 圣经 有很多的例子 诗篇 特别有多 很多的 申诉的诗篇 比如 诗篇 四三篇 就是大卫的诗 他把心里的困惑 来讲出来 让我 把它读出 大卫的诗 诗篇 四三篇 耶和华哈 你忘记了 我要到几时呢 到永远吗 你隐面不顾 我要到几时呢 我心里愁酸不安 内心终热 愁苦 要到几时呢 我的仇敌 胜过我 要到几时呢 耶和华哈 我的神啊 求你看顾我 应运我 求你 使我的眼睛明亮 免得我沉睡 致死 免得我的仇敌说 我胜过了他 免得我跌倒的时候 我的敌人 就欢呼 治愈我 我依靠你的慈爱 我的心 必因你的救恩 欢呼 我要歌颂耶和华 因他以后恩 待我 大家看到这个诗篇里面 世人四次问神 要到几时呢 要到几时呢 在我们不断地面临 这个大流行 所带来的影响的时候 我们都会问 要到几时呢 到几时呢 一个礼拜 变成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 变成三个礼拜 变成一个月 一个月 变成两个月 三个月 到底 这个事情 要继续多久呢 这个大流行 几时会停呢 老师说 我们不知道 世人在他的困惑里面 也同样 问这个问题 要到几时呢 老师说 我们会问这个问题 也神容许我们 不断地问这个问题 但是神 有一天 会给这个答案 给我们 我们知道神是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也无所不在 所以他一定 听到我们的祷告 我们盼望 这个事情过了之后 我们仍然 好像 世人这样子 能够说 至于我 倚靠你的 我倚靠你的恩 慈爱 我的心 比因 你的救恩 欢呼 我要歌颂 耶和华 因他以厚恩 待我 好几年前 我的好朋友 他忽然间 发了一个电邮 给我们 因为他的女儿 病倒了 他求神 来医治他的女儿 他发了很多电邮 每天 把他女儿的情况 来给我们 让我们 多为他女儿 实际的情况 来祷告 但是 长话短说 最后 他的女儿 也去世了 当他女儿 去世之后呢 就 这个电邮 就停了 这段时间 后来呢 电邮 有一个电邮 又来了 这 老同学 跟我们说 我现在 我现在心里 还是很伤心 我的女儿 去世了 但是 我在神 面前 好像神 没有听 我的祷告 他没有 行神迹 歧视 医好 我的女儿 但是过了 几个礼拜之后 我现在 才明白 我求 他行着 行着骑士 就是要我的女儿 好过来 但是如果 我能够 独信 不移 仍然 站立的稳 相信我 这个全人的神 是没有离弃我 这个应该是更大的神迹 在这个经文里面 第二个问题 就是心理焦虑的困惑 我们问的问题 就是我们心里 为什么担忧 心理的焦虑 在这个经文里面 我看到这个问题 是耶稣 反问 门徒的 为什么 你们降着 感谢 你们怎么样 没有信心呢 这个问题 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一个问题 在这个 大流行的当中 我们自然会担忧 我们自然会有焦虑 我们甚至会有恐惧 这个 这个是我们自我反味的一种的反应 是自然的 就是说 在任何危机的当中 我们第一个反应都是会惧怕 第一个反应都是会有一点的恐惧 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 我们都会不断的求神来来帮助我们 很多年前 我都跟很多在香港的时候有18年的时间 在诊所里面来看不同的病人 心里有不同心里的困扰的人 跟精神科医生一起合作 来帮助这些病人 有很多人有忧郁 有很多人有焦虑症 当我们 梦到这些病人的时候 我们用各样的 医学的方法 给他吃药 对症 下药 我们也用心理辅导 帮助他们 超越他们的焦虑 最近有一位 以前十年前的病人 他说 不好意思 已经十年了 没有跟你联系 但是我现在有这个恐慌症 恐慌 就是往往复兰间 就有一些 一些心里的惧怕 怕很多的事情 在我生命里面 周围发生 我心里充满恐惧 在这个时候 我不知道怎么样 一个礼拜是这样子 两个礼拜是这样子 已经不断的 重新的发生 我就通过电邮 跟他 给了一些意见 给他一些的安慰 给他一些的指示 希望他能够克服 这个的病症 几天前 他又回电 又给我 他说 现在比较好了 感谢主 其实 我们今天 面对这个 大流行 或者其他的困惑 你和我 都会有焦虑 你和我都会 甚至有惧怕 问题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那么恐惧 那么的惧怕 我们知不知道情况 对那个病症 那个大流行 到底认识有多少 我们有没有尽我的本分 来应付它 更加我要问我们自己 我们知不知道 我们有很多的资源 可以帮助我们面对 特别我们基督徒 到底 你和我作为 耶稣的门徒 我们 是不是好像 门徒 在这个风浪当中 也一样的恐惧 我们到底 的信仰 能不能够帮助我们 真正的 能够 在这个 风浪 当中呢 仍然有平安 我盼望 大家 能够 在这里 了解到 当时候 耶稣 来 责备 这个风浪 他用的语言 跟 往下 鼓 这个鬼 这 一号 鬼妇的 哥拉 哥拉生人 那个故事 是 同样的 好像责备 这些 魔鬼 或者 大自然 原来 好像 赶鬼的一样 神是 可以控制 这个世界 世界 里面 所有的东西 都在 主的手里面 掌握 我们 不需要 惧怕 你们 不要 惧怕 你们 可以 对我有信心 在 诗篇 八十九篇 第九 第八天 第九节 有这个话 诗人 这样说 耶和华 万君之神 有谁 向你呢 耶和华 你是 大能的 你的信息 在你的周围 你管理海洋 的狂逃 波浪 翻腾的时候 你使他们 平息 但因为我们 知道 原来神 是那么 大能 有大能 大力 祂能够 管理 海洋 的风 跟浪 同样的 今天 祂可以 帮助我们 平息 平息 这些的风浪 第三个问题 跟这个第二个问题 是一个第二个问题的延伸 属灵追求的困惑 到底 主是谁呢 神是谁呢 谁呢 我们怎么样可以找到神呢 我们怎么样可以明白神 这个人在属灵的空虚当中 不断的 求神 来 填满 这个空虚 门徒当时 的回应 看到 这个 耶稣能够平静 风浪 他们 比在 他们在风浪的时候 更加惧怕 因为 他们 从来没有看到 耶稣 有那么大的力量 虽然他 医病 赶鬼 他们都看过 但在这个时候 耶稣 连 凤与浪 都听从他 所以他们问 到底 他们跟随了 一段时间 的主 耶稣 是谁呢 除了 他是一个好的老师 除了 他是有很多的能力 到底根本 他是谁呢 我们看圣经里面 无论是旧约 或者新约 都是蛮有 这些的例子 先知以赛亚 在神的 权威 他的 荣美之前 他就 说 我是罪人 我也住在 口瞬不戒的人 的当中 他看到 自己的 卑微 因为他 看到神 的伟大 然后他 福福 在神的面前 求神 来猜浅 到新约 的时候 西门彼得 也同样的 看到耶稣 有那么大的能力 从海上 来走过 他就说 离开我吧 我是罪人 今天 如果我们真正 明白神 的大能 看到他的 作为的时候 我们 应该 充满 这个 敬畏 而且 这个 敬畏 应该 带来 这个 承认自己 是一个 罪人 然后 谦虚的 在神的 面前 接受 他给我们 的平安 医治 和 喜乐 最后 我结束的时候 愿意 大家 来一起看 一节的 经文 诗篇 四十六篇 第十节 这里这样说 在 这个 和本说 你们要 安静 在新一本 这样说 你们要 住手 放手 要知道 我是神 我要在 列果中 被尊崇 我也要 在全地 被 尊崇 好 我们今天 认识 主的 大能 大力 他能够 昔日 耶稣 能够 平静 风浪 今天的 同样 可以平静 我们 生活上 的 风浪 跟在 这个 大流行 当中 的 风浪 我们一起 同心 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因为 耶稣 昔日 近日 永远 是不变的 我们昔日 看到 耶稣 怎么样 平静 风浪 我们 也相信 主 耶稣 你可以 平静 现在 我们 所面对的 大流行 求主 安慰 我们 首先 让我们看到 你的大能 记得 你是 蛮有能力的 一位神 记得 耶稣 基督 是我们的 救主 我们的 成圣者 我们的 医治者 也是我们 再来之君 我们看到 你的伟大 我们就 父父在 你的面前 我们承认 你是 全人的神 我们是 多么的 卑微 因为我们 每个人都 谦卑 下来 接受 主 是给我们 出人意外 没有想象到的 平安 愿主 保守我们 在 这个 大流行 过后 知道 神 一直 没有离开 我们 你在 船上 同一条船 跟我们 在一起 请 你在 这个时候 就让 我们 更加 体会到 主 我们的 同在 我们 这样子 祈求 祷告 仰望 感恩 是奉 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